我是副排长 你们最近有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对鬼神不敬的事 副排长说 没有啊 我们都很恭敬啊 我说 那天我们睡公墓 你们干了什么事 他说那天连长叫排长 带着我们到公墓去做整理 排长也很敬择带我们去整理 那到了公墓的时候 因为三月底 可能有很多坟墓的这个 这个这个组 这个坟墓的后代 就是他的子孙 就先到 先到这个坟墓来做了扫墓的动作 然后就有很多香灰啊 纸钱的灰啊 还有一些败过的贡品 都就堆在那个广场 那这个排长就说 哎呀这样人家部队来 这样不是臭死了 所以我们三个人 就挖了一个坑 挖了一个坑 把这些空酒瓶啊 这些香灰啊 还有这些 既败过的这些贡品 全部都埋到洞里去 把它埋了 然后把它埋平 然后把这个 整个坟墓附近扫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等到部队进来的时候 这个环境就非常好 我说你们进到公墓的时候几点 他说大概晚上六点快七点的时间 天黑了没 天黑了 我说你们糟了 夜间不能扫墓啊 夜间不能扫墓 你怎么犯了这个禁忌呢 那个副派长说 我没有扫墓啊 我们只把坟墓前面整理干净 我说那就是扫墓嘛 我说夜不扫墓 你们不知道 他爆料不知道 我说糟了 你们排长不知道得罪了谁了 他说人家啊 好兄弟啊 这些鬼魂啊 晚上要开趴 到了广场这个地方来集合 要开趴 大家要好好的吃喝一顿的时候 你们这个排长啊 把人家的贡品全部给人家收了 打烧打包全部埋起来了 他说这些 这些鬼一年才能吃一次 饱餐一次 你把人家全部打包 给他打包了 把他收起来了 那这些 这些阴间的朋友 他不去找你算账 他不去找你讨啊 那去找了这个排长以后 跟着他 那这个排长 他到哪里去 这些 好兄弟啊 就在他附近 找酒 那么鬼对于酒 他是用什么 闻的 他不会喝用闻的 所以呢 他就带着这些酒啊 来跟你这个排长 晚上酗酒聊天 一夜之后 排长 他们喝多少 排长就喝多少 我说那个酒 他酒就是靠他最近的 那个酒的 酒精的那个浓度 全部被抽过来 因为排长在附近 有米酒 喝米酒 有高粱 吸高粱 我说那他到了医院去 他医院没有酒 就吸酒精 他说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们再不来拜 再不来跟这些 好兄弟道歉 他饮酒过度 会双眼 会失明 严重的话 小命不保 好 今天的故事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故事主题 跟清明扫墓 有着很深的关系 来告诉大家 今天的主题是 夜幕禁忌 马上到清明节了 清明节是一个 圣中追远的日子 尤其是 我们会帮祖先 在一年 这个坟墓 或者是祖坟 风吹日赛之下 会在一年的时间之内 好好的去打扫 那么扫完 通常会压一些 纸钱在坟墓的四周 表示这个坟墓 是有人在管理 有人在扫墓 有后代 这个香火鼎盛 那么去扫墓 也难免会带一些 这个贡品啊 香烛啊 这些的酒啊 带去给这个祖先 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 让这些祖先能够 舒 舒畅一下 享受一下子孙对他的供奉 那么 大家有晚上去扫过墓吗 我相信没有 因为其实是有禁忌的 通常会告诉我们 要扫墓 尽量在白天 晚上不要去扫墓 为什么呢 今天的故事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晚上不要扫墓 很精彩哦 如果有被吓到的话 不要害怕 按赞分享就好了 好 那么今天的故事正式开始 其实我长时间在军中服务 那么 我们的演习的时间 绝大多数是落在 三月到六月之间 那为什么三月到六月 喜欢办演习呢 因为第一个 三月过完年以后 一直到六月之间 台风季节来之前 这段时间算是气候 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么 早晚中婚也是适当 不会是白天过长 也不会晚上过长 就是非常适当 大概一半一半 白天跟晚上一半一半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 军人最喜欢在这时候演习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 我们野外演习的时候 带着部队出去 第一个是安全 所以我们为了要 让部队安全地完成各项演习 而且要扎实地训练 所以我们通常会 做非常严密的侦查 所以军官会带着班长 大概在演习前三个礼拜 我们就会先去了解全班 演习对抗的路线 尤其是接到旅对抗 一南一北两个旅要 要比个高下 那么我们各级的继承干部 从战车排长连长 一直到这个营长 都会有不同阶层的限地侦查 那么限地侦查 再加上整体的演习 结束以后 大概要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才会完成一个完整的对抗 那么如果说是四月份开始演习 等到演习完大概做五月下旬 大概要将近一整个月的时间 会在外面跑来跑去 那么通常计划 我们演习在外面过夜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时间跟位置 就是在入夜的时候进入学校 因为第一个 学校有水有电 还有学校有围墙 我们在做好人员管制 还有对外警戒的时候比较方便 那么如果遇到了四月份 学校根本还没有放寒假 那么学校就相当的难戒 所以借不到学校 那么第二个让我们选来 肃营过夜的就是庙宇 就是宫庙 宫庙通常都会借 因为宫庙看到阿兵哥演习 慈悲为怀 我们跟宫庙商量说 我们想借宫庙的广场 或是宫庙的后方的空地 过个夜 原则上宫庙也会同意 如果遇到宫庙有办庙会 或是祭祀活动的时候 那也不能借 因为人家广场都摆了供桌 我们不可能把人家供桌都推走 所以当宫庙 学校都借不到的时候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借 没错就是公墓 我们有的时候会借公墓 因为不管是中列塔 还是一般的市民公墓 那这些公墓的前方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 这停车场不见得有打水泥平台 可能是一片黄泥土地把它推平 那么就正好是我们军事车辆 演习隐蔽最好的地方 第一个在公墓附近 人烟稀少 不会打扰到人民 第二个公墓比较好借 因为到了晚上 谁会去公墓啊 没有人会去公墓 那么一大群阳刚位非常重的男生 大男生 进到公墓附近 也没有怕鬼的问题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怕鬼 那么这次的演训 我们是由北向南来做机动 我们打算在大渡西附近 跟敌人遭遇 后来我们借的公庙 临时他们隔天要办法会 我们说不是讲好了 他说没有我们提前了 那么公庙 因为财产是他们的 公庙是他们的 那公庙当然有权决定 借我们与不借我们 他说长官不好意思啦 我们的这个祭祀提前了 没有办法借你 可是我们在前面不远处 就有一个公墓 那公墓不会很阴森 不会很阴森 那个公墓算是非常干净 然后呢也很整齐的地方 在公墓的前面有一个停车场 然后旁边有一个废弃的房子 你们都可以在里面使用 那个公墓原子上没有问题 只是没有电 我说他有水嘛 还有公墓旁边有条小溪 那个水是可以的啦 那个你们用来这个洗洗脚 洗洗手都可以 但是不要喝 那个水不见得干净 可以洗手洗脚 那我想想 哎呀出来演习嘛 有个地方就不错了 还挑呢 当然不挑 有地方住 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 所以就OK 我们就往公墓那边去 我要出发之前 我就跟我连上了一个牌长 非常优秀 这个牌长是一个 他不是郑齐生 也不是军校毕业的 是一个 御官乙班 是个御官乙班 就是服务四年半的 一个军官 少尉刚刚下部队不多久 我说哎 这样好不好 我说牌长 我说留牌啊 帮一个忙 我们晚上 要到前方那个公墓 要做素营 我现在在这边 我们等待裁判官下达 这个今日的这个 这个这个命令 那么你先带着三个人 到前面去 带了两个班长 到前面去看一看 哪里可以让我们战车停放 哪里可以让我们 这个搭帐篷 可以过夜 一个晚上就好 但是记得要 亲身 要秘密 要隐蔽 不要被敌军发现 哎对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样会被敌军侦查 一样会被敌军侦查 所以我就跟这个牌长说 你就非常低调 秘密的 来做一个 素营地的一个规划 大概我们三个小时之后 就会过去 我们这边听 裁判官下达 命令之后 我就会过去 那你就先去把这个 素营地去整理好 这个牌长说 报料没问题 交给我 他就带着两个班长 我就去了 一步击补车就去了 然后我也很放心 因为这个牌长平常表现得非常不错 三个小时之后 裁判官下回命令之后就告诉我 好连长晚上注意到部队管制 明天早上五点钟 这个命令 教师已经生效 所以你们现在先把部队安排好 注意安全 裁判官就走了 那么我的心想太好了 我已经事先请这个牌长 先到 素营地去做了规划 然后我就无线电呼叫 我说 我是连长 报料没问题 准备好了 你从右方的小路进来 然后我们就引导了战车车队 很大声 呼 这样进去 哎 说是秘密 战车声音这么大 怎么秘密 但是还是要演习嘛 我们就进入那个素营地区 那一进去之后 战车的声音 哇 震的震天响 整个这个公墓的三缸 都被我震的有回音 我们的心想还好 还好是 是在公墓 如果是在住宅区 一定被抗议 人民一定抗议 这边都是 都是往生者嘛 反正吵死人 比吵活人 比吵活人 不用担心 然后进去之后 我还心里都还默念说 各位好兄弟 不好意思 我们是国军 来这边跟你们借数一夜 请多包涵 然后我们车子进来 我说好 车子停到定位之后 我就要求各牌 竞速熄火 把战车熄火 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排长说 抱怨 这个地方是连部 这个地方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后面是配属的步兵部队 我们都准备好了 各牌都到定位了 我还跟着排长说 不错 排长表现得非常好 这个动作迅速 而且规划的有条不问 果然是未来国军 非常非常依赖的干部 很有前途 好好干 假许他一番 我也没有什么可能可以给他 只有称赞他一下 这排长很高兴 爆料 没问题 我这个能够在演习的时候 学到这么多 我也觉得很高兴 我说好了 好了 早点休息去吧 就休息了 一个晚上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在这个坟墓地过夜 在这个公墓 前面的广场过夜 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非常平安 然后到了这个早上五点钟 我们就一辆车一辆车的做情报传递 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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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第一部车发车 出发后大概五公 这个这个五分钟 第二部车出发 就这样分辟一步一步就跟上 那演习全程非常顺利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等到一个礼拜之后 大概4月20号左右 我们就返回我们的部队 回到营区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把装备准备好 整理好 然后完成了各项的准备 回报以后 开完了演习的检讨会 就可以让弟兄们 好好的补隔假 因为这两个多月 几乎都没有休假 然后我们就分梯次 有少数人先留守 大部队先做一个 补隔的动作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准备要集合的时候 哇不得了 这个牌长没有起床 我说牌长呢 他说爆料 他昨天在睡觉啊 我说来那个副牌长 去叫你们牌长起床 这座副牌长把牌长 叫起来的时候 一走到连集合场 不得了 这个牌长全身啊 醉气熏天 喝了很多酒的声音 那种感觉 我很远都可以闻到他喝酒 我当时有一股无名火就上来了 难得演习完了 装备保养好 开完检讨会 大概就可以休假 可以补假 你这个时候喝个烂醉 我就说 扶他到义务所休息 看好他 不准他乱跑 然后部队就继续去做装备保养 保养战车 到了中午时的时候 这个牌长到车厂来了 我看看他 我说酒醒了 他一副非常冤枉的跟我讲 爆料 我没有喝酒 我说你没有喝酒 我说虽然我不喝酒 可是你一身酒味 怎么可能没有喝酒 他爆料 我真的没有喝酒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身酒味 我昨天晚上 上床睡觉之后 就一觉到天亮 总觉得睡得特别香 特别甜 可是我真的没有喝酒 可是醒来之后 就浑身酒味 全身 这个酸痛无力 好像喝了好几瓶酒一样 我说你不要骗我 我说你非常优秀 我也很器重你 你不要骗我 他爆料 我真的没有喝酒 那我就问了门口卫兵 排场没有出去啊 然后这个排场室 到处也没有找到空酒瓶 那这酒哪里来的呢 实在是 不知道 那总不能就说 有酒味 就说他喝酒 这不真的怪了 有酒味 没出过迎门 也没有空酒瓶 这酒哪里来的 实在是搞不清楚 我说好吧 我说这个 还是劝告你一声 军中不要喝酒 喝酒误事 不然你想是 我绝对不会喝酒 他再三保证 看起来很诚恳 非常诚恳 然后到中午准备用餐的时候 那么我们火房 厨房里面通常都会有料理的米酒 那个时候的料理米酒 还不是所谓的红标料理米酒 他就是可以喝的米酒 那么一瓶非常便宜 大概一二十块就一瓶 厨房都是一箱一箱的这样买 有的时候要做菜 需要一些米酒 然后厨房就过来跟我讲 爆铃厨可能要请火伟到复工站去反应一下 我说反应什么事 他爆铃厨我跟你讲 那个 那个酒 我们用瓶盖给他打开 我倒到这个 这个菜里面 打算要料理 我要料理的时候 发现这个酒里面都是白开水 我说酒里面是白开水 他说对 我只开了一瓶 后面的两三瓶我都没有开 我完全都没有开 然后 第一瓶一打开里面是白开水 这摆明了 复工站在骗我们 用白开水来骗我们阿兵哥的钱 他说这样不对 我心想 这个酒是公卖局的 没有开过瓶的酒 里面怎么会是白开水呢 所以都跑到这个厨房去 我说来 还有几瓶 他说我只开了一瓶 因为我们本来中午打算 要做这个海鲜料理 要一点米酒 刚好用完了 我就打开一瓶 后来就是白开水 我说来 再开一瓶 我就把另外一瓶也拿来 打开 一点都不夸张 白开水 米酒打开里面 没有任何酒味白开水 连开了三瓶都是白开水 我就说 没错 这公卖局有问题 他在骗我们 我们就拿着这个米酒 中午的时候 就拿到复工站 去找这个站长 这个站长是一个 退伍的一个学长 我说学长 这不行 这酒应该是白开水 我说这在骗我们阿兵哥不行 这帅老弟 不可能 这烟酒公卖橘的酒 这又我也没开过 怎么会白开水 我就想那你再开一瓶看看 你再开一瓶看看 这个时候 这个复工站主任说 好我再开一瓶 就当场碰 开了一瓶米酒 一闻 果然是酒 没问题 不是白开水 哇我就 蛮害羞的 我说抱你 抱学长 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抱经理 不好意思 可是我在营区里面开的三瓶都是水 这瓶却是 我说奇怪了 北城 可能是演习太累了 说不定你那个酒被弟兄掉包了 装了开水 我说不可能 没有开过瓶盖 他怎么掉包 经理就很客气 好了好了 没事你们演习辛苦了 我就把酒带回去 火防兵 我说火防兵 后面几瓶都是酒 酒啊就前面三瓶是水啊 火防兵就开了第四瓶一开 也是酒没问题 我说这是怪事 那这三瓶怎么变成水 那我也没有联想到牌长这个事情 后来第二天 不得了 牌长早上起床 又是跟金连长一模一样 全身烂醉 醉气冲天 都是酒味 然后呢一样 他的寝室里没有半瓶酒 部门门口的卫兵 牌长也没有出去过 哇这时候 我就联想起来了 我就说 火防把火防班长找来 我说再拿 最靠外面的三瓶酒 打开看看 我想一定是白开水 果然打开三瓶 白开水 我就说 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把这个牌长的副 我说去找副牌长来 我说副牌长 你们最近有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 对鬼神不敬的事 副牌长说 没有啊 我们都很恭敬啊 我说 那天我们睡公墓 你们干了什么事 他说那天 链长叫牌长 带着我们到公墓 去做整理 牌长也很尽责 带我们去整理 那到了公墓的时候 因为三月底 可能有很多坟墓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组 这个 坟墓的后代 就是他的子孙 就先到 先到这个坟墓 来做了扫墓的动作 然后就有很多 香灰啊 紫钱的灰啊 还有一些 拜过的贡品 都就堆在那个广场 那这个牌长就说 哎呀这样 人家部队来 这样不是臭死了 所以我们三个人 就挖了一个坑 挖了一个坑 把这些空酒瓶啊 这些香灰啊 还有这些 祭拜过的这些贡品 全部都埋到洞里去 把它埋了 然后把它埋平 然后把这个 整个坟墓附近 扫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等到 部队进来的时候 这个环境就非常好 我说你们进到 公墓的时候几点 他说大概晚上六点 快七点的时间 天黑了没 天黑了 我说你们糟了 夜间不能扫墓啊 夜间不能扫墓 你怎么犯了这个禁忌呢 那个副牌长说 我没有扫墓啊 我们只把坟墓前面 整理干净 我说那就是扫墓嘛 我说夜不扫墓 你们不知道 他抱怨长不知道 我说糟了 你们牌长不知道得罪了谁了 不知道得罪了谁了 那可是牌长这个时候呢 因为连续几天都醉醺醺的起床 到了第三天 他喝醉到已经有点不省人事了 没办法 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 我说这个可能 精神上有点状况 就送到医院去 看看能不能寻求医生的这个 治疗医疗 那就送到北头去 挂了号以后 进去那个医生就说 他的嗜酒如命 喝酒喝太多了 我这么远就可以闻到酒味 这应该是嗜酒症 那在医院 连续给他一个礼拜 让他隔离这个酒精 或许 他的病就好了 就可以带他出院 我说报告学长 报告医官 麻烦你了 帮忙我 这个牌长蛮优秀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饮上了喝酒的习惯 这医官说 有些人就是无法控制自己 没关系 摆这边一个礼拜就好了 这种嗜酒症 我看多了 一个礼拜 刚开始很痛苦 跟戒毒一样 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我说好的 那交给你了 一天后 医官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哎 等一下 你赶来到医院来一趟 我说什么事 你们这个牌长怪 我说怎么很怪 他昨天晚上 睡觉前还发现 酒都退了 没有谁 没有任何的味道 今天一大早 又全身酒味 我说对啊 我说就是这样 他酒报哪里来的 那医生说 这个 你还是来一趟 我就去 过去之后 发现这个牌长 他这次醉得更严重 多严重呢 就是他醉到 连眼睛都看不清楚 我说 我说医官 我说喝醉酒 会连眼睛都看不清楚吗 怎么会这样子 他说这个 只有一种情况 喝醉酒 我眼睛看不到 我说什么情况 他喝假酒 我说假酒 我说我们营区里面的酒 都是米酒 没有假酒 况且这个牌长 住院几天之后 我们营区的 那个火房里面的米酒 都没有问题了 都OK了 都正常了 然后这时候 这个护理长就跑过来说 那个 跟医生说一件事 我们护理站的酒精啊 现在每一瓶打开 里面都跟白开水一样 没味道 不知道是厂商的问题 还是买错了 我就马上跟护理长 护理长 那我知道怎么回事 这酒精啊 的酒 全部到他的肚子里面去了 他说没有少啊 我说没有少半滴 可是酒精的 全部到他身上了 后来这个医官就把他抽血 就帮我们这个牌长抽血 一抽血 酒精浓度真的很高 他说糟糕了 喝酒精会出人命啊 会出人命啊 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我就想了一想 我说 我说医官这可能 用医疗的方式没办法治 我说我大概知道 他犯了什么错 我说不知道医官 信不信鬼神之事 这个忠孝医官就说 你讲得听听 我说我们大概上个月 演习的时候 夜树在坟墓旁 我们上个礼拜出去演习 演习了好多天 然后到了夜晚 准备入夜的时候 我就请这个牌长 去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 可以过夜 树营的一个公墓 我们就在那边 就请过夜 然后这个牌长很负责 他在晚上的时候 把这个公墓打草得干干净净 把人家贡品都清理了 也都清理了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 这些鬼神啊 这时候这位医生听一听 他说 连长我是不想泼你冷水 不过这也太瞎了吧 你讲的这个 你讲的这个这个理由也太瞎了 会不会是 哎 嗯 你想太多了 然后我说报 我说报告学长 我说我只是讲讲我的看法而已 我就知道你会不相信 所以我还是讲出来 后来这个医生说 好了 鬼神之事就不要讲了 这不可能的 然后当这个 这个医官离开之后 那个护理长跑过来跟我讲 他排排我 他说长官长官 你讲的我有听到了 他说你这个牌长 犯了大忌 晚上不能扫墓 他说你带着这个牌长 跟这个医官请个假 到你们演习那个坟墓附近 有几座坟墓 你就买多少份贡品 一个一个去道歉 上三柱清香 然后把贡品摆好 摆完之后贡品别带走 你就把那边几座坟墓 我说我也不知道几座 他说没关系 就是距离你们停车场 最近的那几座就好了 把那几座拜完 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我想一想 死马当活马医啊 怎么办 药也没得吃 再这样下去 这个牌长到哪里 酒精就没有了 他这个身体会喝坏 演习有带他出去的 我总得负责到底 我就带着这个牌长 到了我们演习的那个墓地 一到那边就有一个那个负责扫墓的那个筛工 就是那个顾墓的那个那个看守员 看到我们来了 就说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我说什么叫我们终于来了 他说赶快把你们事情做完 我再告诉你怎么回事 我就带着这个牌长 就附近几个坟墓 算一算大概七八个坟墓 我们就每一个 一份贡品摆到 然后上一三柱清香 然后摆一小杯酒 就把摆在那个这个坟墓的这个墓碑前面 然后说对不起打扰到你了 我们不这个来这边演习 这个打扰到你 再次跟你道歉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做完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这个 整个这个坟墓前面的集散地区 这个看幕的管理员就跟我们讲说 哈哈终于来了 再不来啊 这小子生命有危险就只能牌长 再不来这小子生命有危险 我说先生怎么回事跟我们讲一下 他说那天你们来演习对不对 他说对 那天我比较有 我有事离开了 回来之后发现整个墓 墓园扫得干干净净 我就心里想糟糕了 是谁扫的 我就心里想 他人家跟我说 有阿兵哥过来过过夜 我想哪个倒霉的阿兵哥 打扫的那个人要倒大霉了 后来我说就是个牌长扫 他说晚上为什么不能扫墓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说我知道这个习俗啦 可是为什么不能扫墓 我倒不知道 他说啊 白天啊 这些坟墓啊 这些孤坟啊 或者是游主的坟墓的后代 带了美酒佳肴来 来这个祭拜他的祖先 那么白天大太阳天啊 这这这些 这些这个阴间的朋友啊 这些好兄弟 他不可能出来吃东西嘛 他一定躲在木头里面啊 这坟墓里面 避暑 太阳太大不出来 等到太阳西下晚上的时候 每一个 每一个坟墓的这些 都拿着自己子孙所 这个来祭拜的贡品 到这个广场这边来 他说人家好兄弟啊 这些鬼魂啊 晚上要开趴 到了广场这个地方来 集合要开趴 大家要好好的 吃喝一顿的时候 你们这个牌长啊 把人家的贡品 全部给人家收了 打扫打包 全部埋起来了 他说这些 这些鬼一年才能 吃一次 饱餐一次 你把人家全部打包 给他打包了 把他收起来了 那这些 这些阴间的朋友 他不去找你算账 他不去找你讨啊 那去找了这个牌长以后 跟着他 那这个牌长 他到哪里去 这些好兄弟啊 就在他附近找酒 那么鬼对于酒 他是用什么 闻的 他不会喝用闻的 所以呢 他就带着这些酒啊 来跟你这个牌长 晚上叙旧聊天 一夜之后 牌长他们喝多少 牌长就喝多少 我说那个酒 他酒就是靠他最近的 那个酒的 酒精的那个浓度 全部被抽过来 因为牌长在附近 有米酒 喝米酒 有高粱 吸高粱 我说那他到了医院去 他医院没有酒 就吸酒精 他说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们再不来拜 再不来跟这些 好兄弟道歉 他 饮酒过度啊 会双眼 会失明 严重的话 小命不保 哇 我听完之后 这个牌长说 爆料以后再也不敢晚上扫墓了 我说不会 你放心 这一次我有错 晚上叫你去负责墓园的这个 摄影队 也差点害你的小命丢了 所以 我们就跟所有的这个几个坟墓的好兄弟 一一道歉 把贡品摆好 回去之后 回到医院 这个医生说 在官 你去哪里 我没有敢跟他说 我不敢跟他说 我带着这个牌长去坟墓了 我说没有 我带他回家 跟他爸爸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他爸爸给他开导一下 然后这个医生说 不错 跟亲人做一做沟通 对这个精神上有状况的这个人 是有帮助的 好 那来观察一下 有什么状况再跟你讲 好 把牌长放在那边 两天后 这医生说没问题了 一切康复了 你看我们的医 我们的医术有多么高明 这个牌长没问题了 我就把牌长带回去 牌长说 拿什么医术 报力量是你帮我的 不然的话 这个就不要说 千万不要说 就说谢谢医官就好了 谢谢医官没事出来 还好 那个医官没有给他登记 没有给他登记精神上的毛病 只给他登记一个 饮酒过量 那这个饮酒过量 还好不是精神病 否则这个牌长在军中啊 恐怕也不用发展下去了 那从这一次开始 我只要这个带部队出去演习 我都会跟部队讲 如果是入夜 进入这个树营地区 切记不要动民间的一草一木 不只是活人 就算是往生者 他的所有东西也不要动 也不要碰 早上在离开的时候 只要把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 还有我们自己所带来的东西 带走就好了 所有人民的东西 所有坟墓的东西都不要碰 因为我们是来借树的 绝对不可以打扰到 不可以打扰到所有居民的安宁 不管是活人 还是往生的好兄弟都一样 所以这个牌长后来也平安退伍了 他服役四年半之后就平安退伍了 退伍之前也跟我讲说 不好连长 我永远忘记不了 那个晚上好兄弟来找我喝酒的情况 我说你不是说都没事吗 他说因为我不敢讲 因为我分不清楚 晚上到底我真的有喝酒 还是没有喝酒 他说每天晚上 那个时候我就梦到一群人来敲门 那我说什么样的人呢 他说这些人有男有女 但是每个人都拿着一瓶酒 每个人拿着一瓶酒 然后进来坐下就跟我说 长官喝一杯 我说我不喝 他就帮我倒 就帮我倒 他说喝着喝着 当我喝得烂醉的时候 发现这些跟我一起喝酒的好兄弟 也是喝的东倒西歪 我说喝醉酒当然东倒西歪 他说可是 我当时就知道他们不是人 我说为什么 因为东倒西歪有的头掉下来了 有的头折断了 反正就倒了一地 那当我每次看到他们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一下醒 天就亮了 天就亮了 然后呢 我就发现我身体动不了 全身喝得烂醉 他说每天晚上都如此 他说到了医院去 我说到医院去 他到医院去也一样 这些好兄弟到了晚上就拿着 拿的酒 不过他们在医院拿的酒不一样 是比较圆 比较扁 我说那是酒精 他们一进来也是跟我干杯 喝得烂醉 但是好像只有我看得到 没有人看到到这些好兄弟 他说直到 你带我到坟墓去祭拜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看到的那些人 跟墓碑上的每一个照片 几乎都一样 大概每一个人我都看过 我说还好 我们及时找到了问题的癥结 我说否则啊 这些人还不知道惨你多久 我说不过还好 我们都走过来没事 你可以平安退伍 我来这个牌长也平安的退伍了 退伍下去 工作也做得蛮顺利 在做这个马桶的 马桶推销的工作 这个马桶推销的工作 听说业务也做得很好 因为经历过这么一段 这么一段诡异的这个 灵异的这个经过 我相信他面对很多事情 都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有更深入的剖析 这就是夜不扫墓的由来 所以大家记得 以后去扫墓的时候 切记晚上不能扫墓 因为夜间扫墓啊 你会破坏人家 难得一年一度 好兄弟拿了贡品 要出来跟邻居分享开趴的 人家的这个好时光 你把别人的好时光给打破了 把人家的贡品都给弄翻了 这些好兄弟啊 不找你 不找你吹讨才怪 所以这是 这是我所知道的 夜不扫墓的由来 那么 大家有没有 夜不扫墓的原因呢 这是我听到的原因 如果大家有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下面留言 为什么夜间不能扫墓 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一个传说 应该有更多更多 夜不扫墓的传说 而我所说的这个 可能是诸多夜间不扫墓 其中一个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更多人知道 为什么夜间不扫墓 这是夜不扫墓 这是今天的鬼故事 大家觉得好听吗 好听 别忘了按赞分享哦 好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